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知识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看课本九十三页四十二经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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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舍利佛跟莫荷居吃楼都在灵鳩山 这跟四十一经也一样 这个莫荷居吃楼下午的时候 四五点的时候大概从禅起 就是从禅定中出定了 然后就去找舍利佛 共相问心 互相问候 这个莫荷居吃楼就跟舍利佛说 就跟四十一经一样 他说我也有一些问题想问你 那么你是否有时间跟我回答 这个忍者其实就是奴家的用法 如今要行人道的都讲忍者 那么舍利佛就说 那你可以问 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就回答你 这个时候 莫荷居吃楼就问舍利佛 这个摩荷居吃楼我们知道是他舅舅 舍利佛的舅舅 那年纪很轻的时候学问就很好 那这个时候他去问舍利佛说 若比丘未得无奸 因为前面四十一经问的是 问舍利佛是问什么叫做无名 那这里问的是 那么未得无奸等 那无奸等基本上翻译做 所谓的县官 他说 未得无奸等法 欲求无奸等法 云何方便求 思为何等法 舍利佛就说 若比丘未得无奸等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就问他 假设比丘没有办法 现观得如实之 如实见 我们要怎么修 欲求 得到 能够观察 一般 基本上就是得无漏会 应该怎么修 我应该怎么观 才能证得无漏 基本上他的意思是这样 舍利佛就跟他讲 假设你想要得解脱 现观得解脱 假设比丘 还没有得到无漏 不能因现观得无漏 得解脱 希望能够得到 因现观得解脱 观这个诸法实相 精情思维 假设你要得解脱 我们简单讲就是 摩托去之老去问舍利佛 假设有比丘 想要得解脱 但还没有得解脱 想要得解脱 那他又怎么修才能得解脱 简单讲是这样 那要怎么观 这个舍利佛就跟他讲 应该要观五蕴 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好 那么我们说过 观五蕴 有几种观法 那么前面我们说到 他就是观五蕴 那么基本的就是 不是我不义我不相在 好 那么这个详细的观法 就是观五蕴 五蕴 一一五蕴 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 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 这是一种观法 就是五蕴 一一观 过去未来 现在好丑 粗细远近 那这是另外一种观法 就是观五蕴 如病如庸 如刺如伤 那么这个是思维它的过患 或是你会厌理对五蕴的直取 就好像你对这个身体直取的话 你就管它不见 管它苦 那么你就容易 那么不会直取 就是想想它的不好 就是你直取 那么就想想 它会带给你什么样的过患 那这个五蕴 如病如庸 如刺如伤 那么这又是另外一种观法 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观五蕴 一一个别观 那就是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响如羊烟 行如芭蕉 事如幻法 那么这又是一种观法 那么大概就是有所谓主要 主要如果从五蕴里面去看 当然我们说最长的基本上就是从五蕴 那么或是一般我们说四念处 观身观受观心观法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 那么我们大概可以这样 就因为这里讲到 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从佛法佛陀教的大概对五蕴怎么做观察 那一般我们常见的 基本上它就是这样 第一个就是 不是我不亦我不相在 这个是大概就是基本的 那么不是我不亦我不相在里面 基本上都是从五场 或者它详细的 它详细的就是 这五蕴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 这前面我们稍微把读过的 稍微这样整理 路过去 未来 现在 内外豪丑出息远见 内外出息豪丑远见 都可以了 内外豪丑出息远见 那不是我不亦我不相在 或者只是讲这个 或者详细在讲这个 那这里的就是 如病如庸如刺如杀 或是老汉 我们如果看 如病如庸如刺 如杀那个 有时候先写老汉 如病如庸如刺如杀 这个庸实在是很难写 看才会写 如病如庸如刺如杀 如病如庸如刺如杀 或者说如病如庸如刺老汉 不管 我们就这样 那另外一个 就是五蕴一一别关 那这个总观的基本上还有 比如说另外有所谓的 色受想行事 五蕴一别关的 色受想行事 那么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这个在杂汉里面都有 就是我们把它整理出来 响如杨宴 杨宴就是海事圣楼 有时候叫野马 有时候叫可鹿 香如杨宴 行如芭蕉 似如幻化 幻化 好 那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讲色 如果我们讲 总观别观 四念处 这个色就是观身不尽 这个是别观 总观都是无常我 观身不尽 受想行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想跟行 观这个受想行事 观法物 无我 那这个是别相念处 那总相念处都是 一一观不尽 苦 无常 无我 这个是总相念处 这个是别相念处 一一观的是别相 别观 那总观 那大概 还有没有 想得到吗 你们有想到的吗 有没有 这是读过的 大概如果是这样的话 基本上 这是 如病 如庸 如刺 如刺 如杀 色如巨梦 瘦 如水泡 响无洋怨 这个不知道地其经 你们查一下 看一下 行如芭蕉 四如幻花 然后这个是四念处 它也是五蕴的 它其实是色受想行事 深受心法 法就是一一 全部 这个 这个 光法物 大概 在阿含经里面 就是说 因为它这里在讲嘛 假设说 我要得无肉 现观得无肉 那 还没有 我没有 像我们现在都是这种状态 我还没有 但是我要怎么观 我要怎么观 我要怎么修 一般都会这样 我来上金刚经也是 我已经发了菩提心 我要怎么修 才能够 圆满这个菩提 成就佛道 因缘而住 云而祥无其心 云而修行 一样都是这样 好 那这个善财 这个参善之士 也是这样 我已经发了菩提心 请告诉我要怎么修行 那这个是基本上 学佛的人 或是 大概所有的宗教徒 或是 所有要修学的人 他都第一个要问 你如果去做木工 做水泥工 做什么工都一样 那我要做些什么 我要怎么做 那有没有比较快一点 让我学得比较好的 学得比较快的 通常都会这样 那这个也是告诉我们 我们常常要问一件事 我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在学些什么 那我应该要学些什么 我学了些什么 那就是你都要朝着你的修行的宗旨 你的这个宗旨 那么看你 你修行的这个方法 有没有符合你的宗旨 比如说 我们就很简单 比如说持戒 修电 一般不离开戒定会 那再多一个就是修福 那么我持戒 我为什么要持戒 我持戒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我修电 我为什么要修电 我要怎么修电 那我持戒 我要怎么持戒 我要持什么戒 那持这些戒做什么 我要达到什么目的 我修电 我要怎么修 那怎么样才是得电 那我要 我修这些电做什么 我拿来做什么 就像我为什么要赚钱 我要去做什么工赚钱 那我要怎么赚比较多钱 我赚钱做什么 那这些都是 一般就是 你要习惯 习惯 你要常常问自己这些问题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 你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持戒不晓得为什么持戒 修订不晓得为什么修订 然后修会 就是研究经典 受持这些经义教育 那么你也不知道做些什么 反正大家都学 我就跟着学 学了做什么 那你也不知道 那么所以这一些 你看他大部分 大部分的人都问这些问题 那这个摩托居尸楼 问这个舍利佛 假设 有这个佛弟子比丘 当然他应该不是说自己 因为摩托居尸楼 摩托居尸楼 没有多久他也赠阿罗汉 而且他也是论医的 他就问 但是他可能 你可以赠阿罗汉 但你不一定知道很多 你有你的方法赠阿罗汉 但是你不一定知道 告诉别人怎么赠阿罗汉 你不一定知道 就是你可以告诉你 你的经验 你是这么正的 但是别人 有时候因为每个人的因缘 根基烦恼不太一样 所以他不能只有佛 佛比较厉害 这个就是菩萨所谓的道种制 要怎么样利益众生 这一部分声闻还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强 声闻里面比较厉害的 大概比如说像 杜仁第一的家里有投影 舍利佛 我目见连这一种大阿罗汉 他这一部分的人力就强 好 那我们是看到这个 就是你要精寝的思维 所以我们说专精思维 如理思维 那如理是哪些是理 就是这里 五蕴如病如庸 如刺如伤 好 五常苦空非我 这个是试念处里面的 总观 五常苦空非我 那么 那么这里是不敬 但是也有一个 五常苦 但是这里也有想 苦空非我 我们就把它写上去 五常 通常是由五常入我 苦 空非我 就是无我 好 那这也是一个 好 那通常如病 他这里是 如病如庸如刺如伤 那么之后 就是观 五常苦 空非我 是连在后面观的 因为这四个都不好的 病 庸 刺 杀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我的书在这里 忘记了 好 那这个如杀 我们稍微看一下 如杀 注解第二 注解第二 好 原本为 做 为病 为庸 为刺 为杀 一般都是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但是我们看一下 五十月 一二三行 五十 不是 写错了 不是 这个 我的这个书 跟你们的书不一样 我们 这里没有 你这个书没有注解 错了 对不起 我看不到 我看我的书以为是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九十三页 好 九十三页倒数 一二三四 第四行 为于诸行思维 如病如庸 如剑老害 这个如剑 就是如刺 就是如剑 如杀 就是老害 有时候这么说 就是说 于潜世帝论的翻译 这个是求纳巴陀罗的翻译 经文是求纳巴陀罗翻的 那论是 玄奘大师翻的 他是翻 如病如庸 如剑 老害 好 那所以我们稍微知道一下 好 再看 那那个注解里面没有 就不用看 那他这里说 这个 所以者和 事所应出 那我们记得前面还有 非奴所应之法 应急速断除 就是说 不是你应该要有的 那这个就是说 你比丘要得 无间等法 要现关 得这个十项 那么应该要这样关 这事所应 是所应出 就是一般讲的 应如是注 那么若比丘于 此 五受阴 精勤思维 得虚陀 还果正 就是说 假设你能这样关 那么 观这个五印 如病如庸 如刺 如杀 那么观五印 五云无常苦 空 无我 那这个 可以 就可以 这样 就可以 正得 出国 就可以得 正得无我了 一般我们就要可以得无间等了 那这是第一个 就是 他要 假设你观五印 五印如病如庸 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无常苦空非我 那么你就可以正入 就可以正得无我 那正得无我就是圣者了 就得法眼镜了 好 那舍利佛就 那这个摩托之罗又问舍利佛 就是他 这个经基本上问了四次 就是摩托之罗问了四次 就是我还没有正果的时候 我要怎么观 那才能够成就 我要怎么样 怎么样观可以得成就 那你就观 五印如兵如庸 如刺如杀 无常苦空无我 你就可以正出国 那正得出国要怎么观 那正得出国要怎么观 才能正二国 那正得二国要怎么观 才能正三国 正得三国要怎么观 才能正阿罗汉 那正得阿罗汉又要怎么观 他问这个问题 那前面从出国到正阿罗汉 都是这样观 甚至 最后正得阿罗汉 也还是这样观 好 那我们来看 这是第一个 他的这个经文意思是这样 就好像说 我们举个例子 就好像释迦摩尼佛 还没成佛之前 要修这个定 成了佛之后 他每天还是一样这样打坐 入定 还是一样 因为宪法热助 后面会说 那我们先大概说 好 那第二个 他又问舍利佛 摩托之罗又问舍利佛 得虚脱黄果正义 那么 遇得虚脱黄果 就恶果 当思为何等法 那我要怎么修 我已经证 如果已经证出国了 就是还没有证果的 要证果 要怎么修 就官这样嘛 如病如庸如刺如沙 无常苦空无我 就可以证出国了 那证得出国要怎么官 怎么修 才可以证恶果 那舍利佛 就说 已经得出国 要得恶果 那么 一当精勤思维 一样 如病如庸如刺如沙 那我们说 这个如庸如刺如沙 这个瑜伽西论是写 如见脑害 那 后面也一样 都一样 那又问舍利佛 那得了恶果 要证三果呢 那还是三果 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这样 那 如病如庸如刺如杀 那无常苦空无我 还是这样官 那证了三果 要证四果 阿罗汉呢 舍利佛就说 证三果 要证阿罗汉 也是这样修 那后面 后面说 这个 已经证了阿罗汉 所以这里大概就分五个问题 就是还没有证 怎么可以得证 那么已经证了 出果 怎么得二果 二果怎么得三果 三果怎么得阿罗汉 那证阿罗汉 还要想什么 证阿罗汉不是 那么手作一半了吗 不用再修了吗 好 那他说 得阿罗汉果 以赴施为何等法 舍利佛言 阿罗汉亦赴施为 此五寿云 也是这样官 那么为什么 为以德为德 以正为正 但为宪法热助 就是为了宪法热助 那么这个 这个比较讲的有不一样 我们来讲 这个就把它擦掉 那他这里说 还是官 如病如庸 如赤如杀 无惨苦空无我 但是我们如果看 南传的 南传的 我们对照看 南传就是巴黎 巴黎山上的 相应部的 我们就写南传就好了 那么 持戒者经 他是说 阿罗汉不再有 更近一步所应做的 他是这么回答 就是 已经证了阿罗汉 还有什么要关的吗 因为阿罗汉 所做一半了 他是这么说 阿罗汉不再有 更近一步所应做的 他是这么说 可能就是 不用再 不用再关了 但是他还是这么说 他还是这么做 是为了德宪法热助 那么意思 有一点点一样 但不完全一样 阿罗汉不再 有 更近一步所应做的 这是他的翻译 或对宇宙的增加什么 或对宇宙的增加什么 多休息着 他之所以 他之所以 也是官 之所以也是官 无常苦空无我 则之于 宪法热之正念正直 只是为了 得宪法热 他之后 那麼另外 另外,跟這個有一點類似的,就是正義阿涵,等賤品,大家可以去看。 他裡面說到,朱比丘問,阿羅安當師為何等法? 佛陀每天早上、下午可能都打坐,像舍利佛也是,不時重坐起,他們打坐的時候是在想些什麼? 大概也有這個問題,因為平常我們是要,還沒成就要關才能成就,五肉會要關,關無常。 他們已經成就了,他們是在想些什麼?他們不會單純只是關呼吸,他們在關什麼? 為什麼?大概有這個問題,阿羅漢當師為何等法? 已經證了阿羅漢,禪修,他也是禪修,應該要怎麼關呢? 何等法? 那麼舍利佛說,儒等所問,何勝過? 就回答不一樣,所以這個就,舍利佛就回答說,這比丘問舍利佛的。 那這裡雜阿漢是,摩厚居士羅問舍利佛。 當然也有可能是,當時也有一些比丘問舍利佛。 就是,你這樣問會不會太超過? 就是說,你問的不應該啦,你不應該這樣問。 其實他就說,你不應該要這樣問。 有肉心得解脫。 他說,為什麼?因為有肉心得解脫。 因為解脫這個有肉心就是把煩惱斷見了。 他說,有肉心得解脫,不像五趣生死之海。 不受厚有了。 這個就是犯恨以利。 所作一半,不受厚有,不像五趣生死之海。 五趣是五道。有時候講五道,有時候講六道。 有時候講五道,有時候講六道。 生死之海。 更不受有,有所造作。 因為翻譯的不太一樣,看起來好像差不多了。 可是翻譯的不太一樣,好像裡面的內涵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我們就參考。 這個是從南傳的跟陳中醫阿涵裡面。 同樣是這個問題。 好。 那他後面的,他是說,還是這樣觀,如病如庸,如痴如殺。 好。 那我們看一下,與且式帝論的解釋。 稍微看一下。 那這裡有一個新名詞。 叫做聖經。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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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他說, 賦至於諸行中,如理修者有四聖經。 聖經其實就是四種向上。 蘇聖進步。 聖是蘇聖, 進是進步。 那你有四種。 就是,你從第一階爬到第二階,第二階爬到第三階。 我們叫做向上。 向上,向上,向解脫。 類似像這種概念。 蘇聖就是好的嘛。 那麼越來越好。 叫做聖經。 我們叫做向上,向上。 那麼最終是要怎麼樣? 要得解脫的。 其實就是, 用四個字來代表叫做蘇。 聖進,用兩個字代表。 那四個字就是蘇聖,進步。 那如果我們把它放成一個詞, 就是向上,向上,向解脫。 基本上是這樣。 那有四法,可以向上,向上,向解脫。 就只有四聖經。 那他說,這種聖經想略有三種。 那就是,你一開始要先這麼想。 他的意思就是說,我現在是一個凡夫,我要怎麼樣才可以聖者。 已經成為了聖者,怎麼樣修才可以到究竟。 大概不外乎就是這樣。 好。 他說,那你要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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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解脫。 我們叫做蘇聖,聖進,叫做聖進。 那有四種,有四種聖進。 那聖進想有三種,略有三種。 第一個,為得為得。 就是,你為得聖道,你想要得到聖道。 為得解脫,想要得到解脫。 為得無間等法,想要得到無間等法。 基本上,就是,你不能見法知法。 你想要見法知法。 不知緣起,你想要見緣起。 不斷無名,你想要斷無名。 他說,這個叫做為得,為得。 就是,為了要得到,你現在沒有得到的。 凡夫,沒有無肉心,你想要得。 好,那這是第一個。 你要有這種心,我們叫善法慾。 包括修神通,要有慾情心觀。 這個慾也是一樣。 就是,這種,為得,為了得到,你沒有得。 那麼,這些聖法。 為慾為慾,就是,你不理解的。 你不明白的,你要明白。 為正為正,為了正得。 你所,你所要正得的法。 這叫契祿,契祿你所,所修的法。 若為獲得獻法樂助。 那,前面三個。 那,獲得獻法樂助,是名第四聖聖。 所以,前面三個。 一個就是,那所謂這裡的四聖聖就是, 畏德,畏德,畏惠,畏政,畏政。 那,畏德,獻法樂助。 那,前面都是,你現前沒有的。 那,這個是,你現前有的。 就,獻法樂助。 你現在所有的。 最初,能得,先所未得,預留國故。 那,第一步,一定要先正入出國,要斷生間。 那,這個是,得,得前所未有。 就,得所未得,正所未正。 那麼,所以,當之世民,未得,為得。 這個是正出國。 以此為一,以這個出國為根基。 再往上。 氣味上雪果。 這個,有雪、無雪。 出國、二國、三國都是有雪。 到了阿羅漢才是無雪。 但是,有雪裡面,還有分上、中、下。 出國是下。 二國是中。 三國是上。 那麼,到了阿羅漢就無雪了。 那麼,所以,他說, 互能氣味上雪果。 你已經,雖然已經是勝者。 但是,有一些你還不知道。 惡果知道的,你出國還不知道。 就是,你還沒有理解。 就是,你對於這個法,聖生的法, 還沒有,還沒有像, 就是,還沒有這個惡果那樣的理解。 沒有更深入的理解。 那麼,要契怒。 所以,一般我們叫,出國是斷三結。 那,惡果是飽攤稱吃。 那,如果從巨責論裡面看。 那麼,三界的煩惱,它各段的不一樣。 那,這個,所以,他說,這個是。 因為,第一個,為德為德,這個是出國。 為惠為惠,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俄果跟三果。 俄果跟三果,都是為惠為惠。 這個是雪果嘛。 那麼,以此為一,賦能正的阿羅漢果。 那,於諸或斷,人作正故。 就斷尽一切煩惱。 當之世民,為政為政。 那,所以,這個四聖禁,就是,出國,是為德為德。 俄果,三果,是為惠為惠。 為了要,為了要,這個,更深一步,更進一步,契怒。 就是,理解,知道,你所不理解的,不知道的。 這,斷,你所沒有斷的。 那,阿羅漢是第三個,為政為政。 那麼,所以,這個,俄果三果是雪果。 出國也是雪果。 不過,但是它是有反入政的。 所以,這四果就三種。 那,第四種,已經政的阿羅漢,更為,更無,為德為德,乃至為政為政。 就是,為德以德,為惠以惠,為政以政。 這個時候,阿羅漢已經是三聖禁了。 它只剩下第四聖禁,就叫做憲法六柱。 有憲法六柱。 大概,它講這四種,聖禁。 那,後面,後面它是說到,我們來看。 它說,又一致意有三聖禁想。 位於諸行中,厭被想,過幻想,十意想。 那,有這三種,叫做厭被想,過幻想,十意想。 那,厭被想,又有四種。 我們這樣來看。 如果把這個文,這個文來看一下。 它,因為它告訴我們,就是大概,我們這樣來看。 如病如冤,如恥如恥如傷。 就是它有四聖禁。 如果先一出國,二國、三國、四國來說。 那聖禁,我們說,就是聖是蘇聖,禁是禁不往上。 其實我們說,就是向上向上,向解脫。 那,它基本上是這樣。 這個是,為得。 為得。 其實如果要照中文來講,應該是,為得,為得。 就是,為了得到,我現在沒有得。 為得,為得。 但是它的翻譯就是,沒有得到的,為了要得到。 但是如果中文比較順的話,就是,為得,為得。 基本上是這樣。 那我們知道就好了。 就寫,為得,為得。 就照它的。 這個是出國。 這個是出國,虛託還。 我們就寫出國就好了。 那麼,為惠,為惠,為惠。 那其實就是,為了,那麼,能夠知見,那麼,不成知見的,就是更進一步了。 為惠,為惠。 這個是二國跟三國。 這個都是血國。 這三個都是血國。 三國。 那,另外一個,為政,為政。 這個是,這個是阿羅漢四國。 那,正了阿羅漢之後, 正了阿羅漢之後,已經得四國了。 就憲法樂主。 這個就是,為了正四國了。 那已經正四國,以正四國,就得憲法樂主。 它是,這三個,已經為惠以惠。 基本上是這樣,為惠以惠。 為惠以惠。 為政以政。 所以,他官的話,憲官的話,他只是為了得憲法樂主。 因為政的阿羅漢是這樣。 那,這裡又講到,所謂的這裡,第二個。 第二個,他是這樣,四聖經是這麼說的。 我們這樣看。 他是心。 是為德憲法樂主。 行。 行。 基本上有三個。 行。 就是思維諸行。 所謂的思維諸行,就是五蕴的身心活動。 諸行就是指五蕴諸行。 那麼就是我們一般的身心活動。 那麼,這個行裡面,他要這麼思維,要有厭被想,過幻想跟實意想。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寫過來一點。 寫過來一點。 有厭被想。 過幻想。 畫圖比較清楚。 跟所謂的實意想。 那厭被想,就是前面說的,如病如庸,如刺,腦海。 如病如庸,如刺,腦海。 或是如病如庸,如賤,腦海。 那他這裡講到,等一下我們再來看,所謂的如病是什麼。 那如,我們順便看好了。 他說如病有意因戒,戒就是地水火蜂,四大。 因戒錯亂。 因戒錯亂所生病骨,就是因為四大不調而生病了。 其實是這樣。 所以,這個修厭被想。 就是有這個生,他就有病。 會因為四大不調而生病。 這個戒就不然六戒,地水佛風空事。 那有四大種。 因四大不調而生病。 所以這個叫做,因戒錯亂而生病苦。 修厭被想。 這是厭被想。 好,我們先下課。 我先把這個寫。 好,我們先把這個寫。 好,我們先把這個寫。 好,我們先去。 好的,我們先去 veterinaria。 然後先去。